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入群雄逐落的时代 在上赛季的争论中 辽宁南兰下到了最后 辽宁南兰成为第七支捧起总冠军奖杯的球队 Botsports今年4月22日 坐镇主场的辽宁南兰 以100比88 击败浙江广沙总比分4比0横扫对手 会是首次加冕CBA总冠军 在CBA联赛的第23个年头 继八一 上海 广东 北京 四川 新疆之后 辽宁南兰成为第七支捧起总冠军奖杯的球队 在2017-2018赛季之前 辽宁队一共6次杀进CBA总决赛 但都遗憾落败1996-1997赛季 辽宁队第一次杀进总决赛 最终0比2不敌八一获得亚军 由此开启六连亚的奔行之旅 随后两个赛季辽宁队都入围总决赛 但对手是逐日中天的八一队 他们甚至没有赢下一场比赛 2007-2008赛季和2014-2015赛季 辽宁队也杀进总决赛 但他们分别遭遇了广东王朝和北京王朝 2015-2016赛季 与四川队相逢总决赛后 辽宁队原本有机会打破宿命 但受到场外冲突影响 他们再次葬送好局 第七次总决赛之旅 作为CBA联赛中立传统强队 辽宁队终于摘掉五勉之王的帽的先王加冕 以郭艾伦、赵继伟、韩德军、李小旭、贺天举为代表的黄金一代 终于帮助辽宁篮球2023年没有实现的冠军 新京报记者徐当印编辑王春秋教队敌勇军